这个改一下 也许就是查询的话 查那个紫外线的这个 这个资料 OK 然后这个资料 我是从那个筛选里面 然后找那个Jason Jason部分的话 你可以筛选一下 然后浏览次数的话 我是找那个多的到少的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边大概蛮多的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 也许像这个台铁的 这个各站的 进出的 他甚至有提供这个资料 其实也可以拿来用 我常看到那个像 YouTube上面有一些 YouTuber喜欢做那个什么 那个全台湾 每天进站 出站人数最少的 最冷门的 他好像去那边看一下 那个站报导一下 OK 那这个资料 其实也可以拿来用 他有语量的 等等药区的 还有曝光的 景点 等一下满 我发现那个浏览次数多的 那当然一定有道理 因为他其实相对用的 其实还蛮多的 其中的话呢 我用这个好了 因为AQI这个指数 里面的资料栏位太多 所以我用紫外线这个吧 OK 那改的话呢 我发现好像两个系出同门的样子 其实Jason 里面虽然涨的 涨的基本上都一样 所以我其实就把这个连结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上个礼拜的 这个程式 就是把这个网址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呢 然后面其实 因为呢 他一样是大瓜湖 所以一样用Jason.ro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把它转成一个字典 然后呢 再抓什么呢 刚好我贴到那个edit里面看一下 刚好他的位置也是recourse 而且名称一模一样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给抓过来 然后呢 再取得他后面的value 所以其实一模一样 所以呢 程式后面基本上 都没什么改 那最后把那个结果的东西 print list 2 把这个所有东西通通print出来 那可以输出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里面的话 他会是一个一个的串列 那一个串列里面的话就放他 包含这些相关栏位 OK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假设你要把他的那个 就是栏位名称 比如说那个栏位名称 要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有没有 这个是他的value 那他的栏位名称在哪里呢 其实栏位名称 就在前面 这个叫key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抓 因为不好意思 如果说你把keys全部抓回来 你会把每个都长一样 所以其实你只要抓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假设你要抓栏位名称的话 那这边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如果不抓什么 不抓这个里面的资料 而是要抓他的栏位名称的话 那我可以先这个注解掉 Ctrl 1 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我要抓那个 他的那个 这个VAD 他的什么 他的栏位名称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把value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keys 有没有 那就是抓到的话 那就会是什么 如果把它print 一样啊 记得要把它转型 转成字串 那把它print 不过print的话呢 基本上每个都长一样 所以其实我只要以一个当代表就可以了 第一个当代表 那第一个的话 我是知道抓哪一个 比如说 例子 这二里面的冬瓜糊 零就可以了 有没有 因为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每个都长一样 所以我只要一个代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print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看一下 哦 这里我找一个1 这 呃 我们的 看一下 哦对 给 哦 更正一下 应该是 哦 把那个啦 因为我先放在list1 所以这里的话 要先把list1 里面的第几个 OK 所以我就先抓第几个 那我就抓第0个当代表就可以了 OK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就不用再抓地 就是 因为呢 我们转过来的东西 理论上呢 他就会放在 这个串列 那我就抓第一个 比如说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 那第一个里面我就抓这个前面的东西 所以哦 这一个外面这个就是list1 那list1里面的第0个 就是这个资料 那第0个前面的这一些东西 栏位名称的话 那就是他的key 他的keys 那我就把它再转换丢到 这个list2里面 我们来print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出来的结果呢 哎有没有 那就会是他的栏位名称了 哎 所以哦 我们如果说有栏位名称的 那有资料 那我们先print先栏位名称 然后再print什么 他的资料 那不就是 再转成csv那更简单的 ok哦 所以这边的话 那假如说我要print什么 把那个 呃 再 存成csv的话 哎 那这个地方哦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资料哦 也许就是先把这个资料 干脆我这边list2 先改list3算了 因为底下已经用 已经用了那个list2了 所以把它改成list3 然后再把这个 list3里面的资料 我把它丢到串列里面 然后再输出吧 ok 这样就不用多一个 就是栏位名称的啦 ok哦 所以也许 请各位哦 把这个资料先输出之后 接下来想想看哦 哎 怎么样再把它存档 存档我前面讲过了 第一步的话 你可以先在底下加这三行 这三行的话呢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哎 开一个档 把它写进一个字串 但是这个字串 我们现在没串 我们先写 第二步的话呢 再把前面上面的资料呢 把它串接成一个字串 再把它丢到这边写出去 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哎 那就可以把Jason的资料呢 转成为这个CSV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在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 练习看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如果的话呢 假如说呢 我希望呢 这个栏文名称是中文名称 那我一样啊 另外一个方法 我可以把它用贴上的哦 所以呢 我们假设要把它存成CSV的话 那第一步啦 当然就是底下可以先写啦 哎 存档 其实存档就是这三行 真的 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哦 那存档呢 当然你就是开一个档给他 那名称也许叫什么 刚刚这边是PM25 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叫什么 叫紫外线哦 紫外线点CSV ok 然后呢 write模式 然后呢 记得第二行的话 就是f.write 然后官暗符就是给他一个 字串 ok 那因为字串现在还没串 然后呢 最后记得要close 因为如果没有close的话 那将来哦 那个档案可能会被锁住哦 ok 整个要注意一下 这三行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刚刚我得到的资料呢 串成CSV的话 那当然不外乎第一个 这个S先给他栏会名称 那这个栏会名称呢 我是直接拿那个 他这个上面的资料 我直接拿来贴好了 就这个资料 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它改一下 把英文部分删掉 留下中文的部分 中间加豆点 那记得后面一定要再加一个反斜线N 才能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反斜线N的话 他这个地方他没有没有换行 全部接在一起 那再来的话呢 就把底下东西全部串 那第二阶段的第二部分就是 先串一个栏位名称 再把这个List2里面的所有资料 串在一起 那看有几栏 刚刚算了一下好像总共7栏吧 123 4567 7个栏位 所以呢我配合那个format 就是 给他那个S等于S加 S串自己 然后呢 所以先串两个名称换行 然后再串后面的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 总共有7个栏位 所以我就是 给他7个大瓜虎 中间加豆点 也一个罗伯尔克 1234567 后面一定要加 反斜线N 一定要换行 不然的话他全部接在一起 那format的话呢 因为List2里面一定也是7个栏位 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是 01234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56 OK 所以我把它复制来改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改成 第6栏 第7栏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这个资料呢放过来 然后跟S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完之后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它写到哪里 写到S里面去 那关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 得到一个档案 在根木屋底下 会有一个叫紫外线 点 CSV的档案 就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基本上哦 上面的部分哦 是把 什么呢 档案下载下来 然后大瓜虎 这个大瓜虎到大瓜虎 这个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我去把这个大瓜虎里面抓 RECO 然后 抓下来之后呢 把它解析之后得到我要的东西 那并且呢 做存档动作 然后存档的话呢 主要是 先开一个档 然后把这个S 产生一个这个S串接 串接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呢 就把它写到这里面来了 这样就OK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没有错的话 那应该会在这个根木屋底下 会看到一个叫紫外线点CSV OK 这有错 index out of range 这边指 我的那个第十二行 out of range 那表示说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栏数 这有打错了 我好像打到7哦 应该是 这应该是6了 它没有第八栏 这应该是6才对 OK 那改完应该执行就OK了 好 那看起来没错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到根木里面看一下 我是放在那个C底下的这个 这个Python的 2021这个 然后有紫外线 打开看看 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边出现的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会有个问题 它这个经纬度 这个经纬度的部分的话 它居然怎么样 它居然变成 这个 分开来的 那原因何在 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这个资料有点怪怪的 因为你会发现 不过这个可能要针对 金度跟纬度处理哦 它其实它得到的资料 我把它print出来的结果 给各位 你会发现哦 它这个经纬度有没有 它理论上应该是24点 后面49 这个应该是没有 可是问题它就是故意加这个不应该有的斗点 有没有 那应该是第一个 好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这个是东京吧 这应该是北纬啊 OK 所以正确的格式是应该这样哦 如果我今天要查 新竹的侧站位在哪里 他有给我们 纬度跟金度哦 那如果你要查哦 其实你是可以拿这个资料 贴到那个Google地图里面查的 但是哦 跟各位讲一下哦 他Google地图上面的格式哦 他一定要是前面是东京 所以东京应该是24点哦 不是斗点啦 是点 然后后面49 后面没有斗点 所以他多一个斗点 奇怪为什么 然后呢 后面这个 这个什么 单营 这单营号拿掉 就是没有字串符号 然后第二个是北纬多少 那北纬应该是121点 然后这应该是00 应该没有斗点 0051 然后后面没有这个单营号 如果你去查这个位置的话 OK 这个格式才是正确的哦 应该会查到侧站的位置 好 在哪里 搜寻一下 找到了 找到了在这里 哇 好深山哦 虎山 哇 这测站未免也太偏僻了吧 这应该不会有人会去的地方 OK就在这里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去找到测站的话 恐怕还要爬山 OK 这上面是有路吗 好像没路啊 OK 就是这个位置啦 那也就是说哦 他这个资料哦 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改 所以你要存档之前 你要先怎么样 哎 恐怕哦 需要先把他这个得到的资料后面这一些 这一些 可能要先把单营号拿掉 有没有 然后 把单营号不用拿掉 因为这个 这个本身哦 然后只要把里面的资料呢 第一个斗点 改成点 斗点变成点 然后后面那个斗点拿掉 就OK了 那变成说你要用这个取代的方式 但是取代的话 只能取代第一个 那第二个去掉 哇 那这要怎么做 自己想想看吧 反正这个延伸 的部分哦 最后你只要处理完之后 再存档 那应该就是正确的 至于怎么做啦 请各位自己想想看嘛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取代的 取代的工作 前面那个是斗点 取代成点 那后面的第二个斗点的话 就是变成没有 把它去掉 这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请各位也许想想看吧 把这个稍微做一个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去 修改的话 那你存档就会出错 像尤其存成CSV 因为CSV呢 对于那个斗点非常敏感 因为斗点就是它的分隔符号 OK 所以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完成